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乔哥 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建筑像的MOD 这个MOD只适用于1.12.2的版本 这个MOD的最高版本只建入1.12.2 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了一个现代建筑 这个建筑风格是日式的现代建筑 因为我一直都不要擅长做这种风格的建筑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MOD叫做凿子MOD 这个MOD大家应该并不陌生 我们可以做出很多这样子的非常小的这种方块 我们可以在墙上面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点出来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整它的模式 我们按住这个L的键 目前这个是钉状 就是钉钉这种很小的状态 还可以弄成这个条状 一次就可以做出这一条的这种 还可以撤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MOD 还可以支持我们撤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窗户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假如在这里随便打一个洞 我们随便找一个墙 我们打个洞 我们这个外框呢 我们都是用的这个这个石音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按shift 就可以把这个小方块放大 就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石音块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模式 调成这个板状啊 每面墙 我们都把它铺上 然后呢我们要做里面的玻璃 玻璃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做啊 先做一个条 再做一个条 先把它的玻璃的外框把它给做出来 然后选择这个玻璃的这个小方块啊 小像素点 一个一个往上面填 或者呢你可以选择这个绘制区域 直接右键啊 从这里一直拖到这里 然后再自动的把你全部都给填满了 同样的这里 好我们车厢 我们用这个石音呢 用石音这个材质来做 然后把它外面再包一层 这样呢就看起来更加的有立体感了 这个外框要比这个玻璃要厚一点 最后做完之后啊 这外面还是平的 显得这个细节有点不够 我们可以再增加它的细节 外面再给它包一圈 让它凸出来啊 从外面的这一层把它凸出来 好那么这个窗呢 就看起来就更加的像了一点啊 看起来就更加好看一点 这一面的窗也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呢 它的中间啊 多了两个啊 多两个这个边框 后面也是的 然后墙壁的拐角处呢 这个拐角处啊 我们可以做这个转角材啊 在日式建筑里面经常会遇到这种设计啊 叫做corner 翻过来叫做转角材 每个凸出来这个转角的地方啊 这里我没做 这里忘了 我们可以把它添加上 我们这里直接选择这个条状 反歪了 沿着它的斜线啊 它的斜线位置啊 把它加上这个 好 这里把它加上来了 这样呢 使着使得这个 房子的这个边缘啊 更加的有立体感 以及这个阳台 我也把它全都给 它的边都给包起来了 还有这下面 这个地基和上面的这个墙面的中间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 也是这样子的横杠 那么这个横杠呢 通常啊 叫做水切啊 在日式里面叫做mizukiri啊 就是水切 这个阳台底呢 也是也是叫做水切 叫做阳台底水切 那欧巴汉古啊 就是这个 那么这里面呢 我就没有做太多的装饰 里面就只是分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大家可以自行的啊 自行的分一下都可以 或者呢 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 这个像素点 我们可以来描一个东西 比如在墙上面描一幅画 对不对 我们直接用绘制区域 先描一个白色的底 再描一个框 里面我们再画一些 画一些东西 比如 画一个绿色的 绿色的 再拿一个我们坏棵树啊 坏棵树就拿一个 棕色的 哎呀这个这个树啊 我这个 好 那就这样吧 让它点的有一点立体感啊 这样也可以 也不错啊 这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草地呢 我们选一个浅一点的 选一个浅一点的草 好 那我们就选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颜色呢 它都会跟你随机的分配 你就算拿同一种像素点在里面点的话 它也是会跟你随机分配这种颜色是相当好的 可以给给你的这个作品的添加一点细节 好我们再画蓝天 蓝天的我们选择绘制区域 然后先拖一个大的蓝天 好我们拿橙色来画太阳 就画在这里 好那么这一幅画 我们也就简单的把它画完了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mod 大家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做一些新的一些玩意 装饰自己的房子 好的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